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说课老师巴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基础VI设计下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 我们一起学习认识了一个概念 叫做设计色彩 那么设计色彩呢 就是刻意的对一个颜色进行有目的性的一种搭配 那么这点课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RGB和CMYK 首先呢 一起打开Ellust Twitter这个软件 在接触这个设计行业里面 通常我们就是比较清楚 自然界有这个三色光是吧 红黄蓝 然后呢 接触到这个设计行业以后呢 然后我们知道了RGB这个概念 然后接触到这个印刷出版的行业时候呢 我们会接触这个印刷色CMYK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这二者之间的一些联系和和它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RGB呢 在下面有一段文字 虽然这文字看上去很多 但是我们是需要去牢记的 因为在你的以后设计中 或者说你刚接触这个设计行业 来说这个支持点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RGB呢 颜色称为加色 因为您通过将RJ R呢就是红色 老师在这儿呢用这个颜色 已经给大家表示表示出来了 红色 J呢是绿色 然后蓝色B就是蓝色 这是RGB 我们在这儿看的时候也会 你在新建文档的时候 它也会提示你是RGB模式还是CMYK 然后通常来讲RGB呢 它就是用于显示器 一些电视照明光等等这一些颜色 那这个CMYK呢 通常就用于排版印刷 一些的颜色 那它为什么是加色呢 在这里它也说了 添加在一起 其所有光线反射回眼睛 可产生白色 就是你这三个光 相叠加的时候 那么他们最亮的一个地方 通过这个反射呢 就会产生白色 在这儿呢 我也借助一下这个Photoshop这个软件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原理 在这儿呢 我分别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这个吸管工具吸一下 蓝色 255 当然这个数值是从0 一直到这个255 在这个RGB模式下 你三个数值都为255的时候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么它就是纯白的 就是说这三个颜色叠加起来的时候 那它肯定就是纯白色 这中间这个部位 现在是他们一个叠加 属于一个叠加的状态 所以是纯白色 那很显然 他们三个颜色都为0的时候呢 那就是黑色 那就是黑色 即为黑色 现在蓝色是255 那么这个绿色 同样也是255 三个颜色进行叠加 最亮的这一部分 是白色 我们关掉 再回到这再看 然后它也在这里也说了显示器 它也讲了显示器的一个成像 一个橙色是怎么样的 是显示器是通过红色 绿色蓝色 阴光粉 发射光线产生 而产生的这些颜色 绝大多数可视光谱都表示为红 绿蓝 三色光在不同的比例和强度上的混合 然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的颜色 在颜色上有一个偏差 深蓝前蓝这样等等 在将来我们讲的这个明度 四项饱和度 这个时候呢 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若这些颜色发生重叠 则产生青色 青色 这个C是青色 阳红M 和黄色Y 我们看是不是 蓝色和绿色叠加 产生了这个青色 而这个红色和蓝色的叠加呢 这个部分 产生的是阳红 红色和绿色呢 这部分产生的是黄色 和他说这个正好是一致的 在这儿也可以看得出 它正好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关系 红色绿色产生了这个红色 绿色蓝色呢 产生了青色 产生了青色 红色和蓝色呢 产生了这个阳红 然后他通常来说这个CNYK呢 是一种检色的模式 然后他在这里也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3YK呢 针对印刷美界 既基于油墨的吸收 光吸收和反射的特性 眼睛看到的颜色 实际上是物体吸收 白光中特定频率的光 而反射其余的光的颜色 跟他这个纸张有关系 吸收了这个颜色 吸收白光中特定频率的光 反射出其他颜色的这个光 就是和这个太阳光有点类似 我再反射回去 吸收这部分的光之后呢 我吸收不掉的光 我反射回去 呈现在这个纸张上 这就是印刷色 然后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颜色 每种CNYK四色油墨呢 可以从0到100 不一样的一个浓度 为最亮颜色指定的印刷色 油墨颜色百分比较低 而为较暗颜色指定的百分比较高 例如在这儿他有个举例 亮红色可包含2% 青色呢 亮红色可能包含2%的这个青色 93的阳红 这都是说是印刷色 他没有提到说这个RGB 因为这是呢 在印刷 印刷只有这四个颜色 然后 阳红 90 90%的这个黄色 0%的这个黑色 然后由于这个油墨纯度的问题呢 得不到纯正的黑 所以引入这个K 在我们就是通常你做基础做图的时候 有很多的刚入职这个平面设计行业的时候呢 他做这个印刷的时候通常会放两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呢 他可能会见错这个模式 我在做图的时候呢 我为了这个色彩的好看是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RGB模式是这个255 三个255相乘 大概就是16万的一个颜色 色彩呢 是非常的丰富 但是呢 这些颜色呢 到印刷的时候呢 有些颜色它是显现不出来的 它只能呈现在于你这个显示器上 那么有的同学呢 可能会见图的时候 哎 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看 或者说这个滤镜只有在这个 RGB模式下才可以用 但是在这个CYK下 我就用不了 那他可能最终出稿的时候呢 就以这个RGB模式出了 出了以后呢印刷出来 因为他给不了你这些颜色 印刷的这个颜色呢 达不到你这个色彩的这样 这样一个丰富程度 那么你出来的层呢 就会有偏差 就就像我们所说的 会有这个偏色 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想做这个印刷的时候呢 这个黑色的字 黑色的字呢 我可能觉得这个单色黑 我觉得我不够黑 是吧 我们到这个 打开这个看一下 现在这个是 我可以把这三个颜色都去掉 那么我这个黑是这样的一个 颜色 但是我觉得不够黑 或者说我直接从一个图片上 我吸取了一个黑色 但是我印刷出来以后呢 这四种颜色都是会去叠加 一层一层的会叠加到上面去的 它可能是青色是在最上面 然后接着是这个阳红 接着是黄 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要去刷这个颜色 所以我们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溢出的一个问题 你自己看上去很模糊 这个也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 新乳常犯的一个错误 通常来说 你如果是你想要这个颜色黑一点的话 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加上50%或者加上20% 然后K为100% 这样黑的也是可以的 你不要100%的这样加进去 加进去以后呢 就是会导致你这个出来的这个字体印刷会有溢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就是老师今天想要给大家讲一些问题 我们要记住这个RJB与这个CMYK之间的一个区别 和他们的一个互补的关系 当然提到这个互补色了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互补色的对照表 那么红色 通常来说它这个三个数值 红色我们都知道这个255最高了 在这儿255 它的互补色呢 就是这个青色 青色呢 是由哪个两个颜色去得出来的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就是由这个绿色和蓝色 嗯 它俩这个叠加得出的这个互补色 那简单来说吧 说这些可能同学们听着这会儿就比较迷糊了 比较乱套了 那简单来说 这两种颜色啊 叠加的时候呢 会产生这个白色 那么 它就这个称之为 像红色和绿色 它俩交集在这部分会产生白色 那么 它就是护补色 我们在这儿看一下 看是不是 这两个层将叠加 产生了这个白色 称之为护补色 红色 红色 绿色 然后这个品红呢 也就是指这个阳红 阳红和绿色 产生了这个白色 红色 红色和青色在这儿产生了这个白色 它们称之为这个护补色 然后阳红呢 和这个绿色 绿色 也是产生了这个白色 这家产生了这个白色 称之为护补色 这是通常用的这种颜色 然后 黄色和蓝色 也是产生这个白色 称之为护补色 在这儿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注意一点 你在Photoshop里的时候 色彩 讲到色彩平衡的时候呢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菜单这样弹出来 你会看见青色和这个红色 同样设计为 一个这样的 互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阳红和绿色 互补的都是互相补充补充一个关系 这个就跟一个翘翘板一样 在这儿的时候 在中间点的时候呢 它是完全一个平衡的 当你稍微的像这头偏的时候 偏移的时候呢 那么它肯定就会发生变化 那么它的颜色肯定会发生变化 互补 在我们后期讲到这个冷暖色系的时候呢 也会重点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再细讲一下这个互补色概念 让大家加深一下 这儿课呢 我们需要 这儿课我们需要注意的支持点 就是说 你将来你进入这个设计行业 做印刷的时候 然后注意这两点 第一呢 你输出的稿不要输出RGB模式 然后你在这个印刷的这个黑色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去注意是单色的黑 还是添加50%的黑 这样 一般来说你单色黑也可以用于阅读了 也挺够了 好了 这点课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下点课讲一下这个色彩 三大基本要素 明度色相和饱和度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点课再见